VVVF调速装置 下面我们来讲交流异部电动机的调速依据 这是我们实现交流电动机调速的一个准则 根据电机学的原理 电动机的转子为 大家看1.1式 Nm等于N0乘一个1-S 等于60F除P乘一个1-S 在这个式子当中 其中N0叫做同步转速 等于60乘以电源频率F 除以电动机的极对数P S等于同步转速 减电动机转子转速 除以同步转速 叫做转差率 转差率是我们进行电动机控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以后各讲 我们将围绕着如何改变 变频器的供电频率 和改变电动机的极对数 和改变电动机的转差率 进行调速 进行控制的一种方法 那么由1.1式可以看到 改变转子的转速 的方式有三种 一是改变频率 我们通过1.1式可以看到 频率与电动机转子 呈正比关系 也就是说 频率越高 电动机转速越大 第二 我们可以改变电动机的极对数P 极对数P 与转速呢 呈反比关系 极对数越大 电动机转速会越慢 第三 我们可以改变转差率 转差越大 电动机的转速越低 这些个调速的依据 将为今后我们分析 交流异部电动机的变频调速 打下一个基础 第二 我们看一下变频调速的 基本原理 大家看图一 根据电机学的原理 交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 像图一所示的这样 T轴为横轴是转距 纵轴N是转速 N0为同步转速 N额 NE为额定转速 TE为额定转距 TM为最大转距 ΔNE为额定转差 大家在图一中 可以看到这样 电动机的额定转速 和额定转距 所对应的这一点 就是额定工作点 那么在我们调速的过程当中 从额定转速到空载 这一段 同步转速 这一段是交流 E部电动机的线性工作段 当负载转距 大于额定转距时 那么转速将会下降 沿这条曲线往下走 会往下走 那么最大 这一段从额定转距到最大转距这一段 到最大转距这一点 这一段表明的是交流E部电动机的过载能力 当负载转距大于最大转距时 交流E部电动机将进入了负阻特性段 电动机将得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状态 所以我们所说的交流变频调速 主要指的是 在额定转距以上的这一段的线性条件范围 当大于额定转距的范围 将作为一个过载能力的考核指标 并不作为一个调速的依据 变频调速就是通过改变电动机的同步转速 而获得的一组机械特性 如图二所示 大家请看图二 所谓变频调速 就是改变电动机的供电电源的频率 而达到改变同步转速的一种方法 来实现调速 那么在图二中 N01 开始 当把电源频率降为N02的时候 可以获得平行的 基本平行的这样一组特性 这样一组平行的基本这样一组特性 在这个公式当中 在这个图当中 我们看到最大转据 基本可以保持不变 所说的基本保持不变 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这个我们将在后面的讲座当中进行讨论 这里面的差别 主要在于随着同步转速的降低 电源的供电电压也应该随之降低 这个原因呢 我们后面来讲解 由于电压的降低 导致了转子侧 一次电阻和阻抗上面的压降发生了变化 因此导致了最大转据 有略微的下降 对于变频调速的这样一个略显不足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变频器当中 已经有改进的一些方法 比如我们有转据提升 很多变频器当中都有转据提升这个残数 转据提升的目的就是在低速阶段 对一次测电阻的阻抗压降这一块进行补上 使得它依然能够得到一个最大的转据特性 第二我们从电压频率的关系 VF来看变频调速 交流异部电动机的调速方式有多种多样 那为什么现在经常常用的就是变频调速呢 那么这里我们来共同来探讨一下 在变频调速中为了改变电源频率时 电动机的磁通能够保持不变 以便获得一个最大的转据 那这个时候还需要对电源的电压进行调节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根据电机学的基本原理 看一下电动机感应电动式的有效值 为E1等于4.44KEF1NEφ1E 在1.2式这个公式当中 E1为有效值 4.44是我们导入的一个系数 计算出来的一个系数 KE为绕组系数 是电动机的一个常数 F1为定子的电源频率 N1为定子的扎数 这个当电动机做好以后 也就成为电动机的常数 F1为定子中的通过的磁通 对1.2式我们两边除一个F1 就可以得到1.3式 大家注意在1.3式当中 4.44这是一个计算常数 KE是一个绕组系数 这个绕绕绕好了也就固定了 那么N1是它的扎数 电动机做好了也就做好了 因此大家前面注意 前面这一段都是一个常数 对电动机来讲 那么当我们如果能够实现 电动机感应电动式和频率之比 等一个常数的时候 F1将是一个常数 也就是说 电动机的磁通 将会是一个基本不变的常数 这样就可以获得最大的转据 如果忽略了定子的阻抗压降 那么定子的电压V1 就近似的等于E 因此我们变频调速器的 基本原理的一个结论就是 定子电压V1 除以电源频率F1等于常数 则磁通E F1基本不变 这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VF控制 第三 调速方式的对比分析 下面我们将根据几种常用的调速方式 的机械特性来分析 改变电动机的频率 改变电动机的机对数 改变转差率 实现调速的各有什么优缺点 大家请看图三 变频调速 这张图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 它是通过改变电源频率 而调节同步转速 实现调速的一种方法 因此它的调速的线性段 是基本平行的 大家看 是基本平行的 也就是说 在负载转距不变的情况下 能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 平行的调速特性 下面我们再看图四 集对数 变集对数调速 我们知道 集对数与调速之间 是成反比关系的 集对数越多 速度越低 集对数越小 速度越高 我们先看N0H 这个 比如说 假设是一个两对极的一个电动机 是这样一个特性的时候 那么四对极 当集数变为多的时候 同一个电动机 集数增加的时候 就变为这样一个特性 大家可以看到 对一个同一个电动机 当集对数发生变化的时候 最大的转距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 因此这样的电动机的调速方式 只适应于某些特定的负载 另外大家看到 变集对数调速 由于受到电动机结构的限制 它不可能实现一个连续的调速 比如说我们在图三中 从N01到N03 可以实现一个连续的调速 而对于图四 变集对数调速来讲 由于受到电动机结构的影响 它无法实现一个连续的调速 请大家看图五 在上个世纪 60年代 70年代 我们国家工业中 大量的用到的是 滑叉电机调速 滑叉电机调速 是在交流异部电动机的顶端 装一个滑叉头 通过外部的例词 改变与负载之间 相结合的转距的力度 来达到调速的目的 它本身也是一种 间接的利用转叉 来改变转速的方法 那么大家看图五 当利词电流小的时候 转叉头的利词电流小的时候 转距与转速之间 是这样一条特性 大家看到 转距输出比较小 当随着利词电流加大的时候 转距才会慢慢的加大 才会慢慢的加大 在这个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同步转速是不能改变的 也就是电动机自身的转速 是不能改变的 它是通过转插离合器 达到输出转速的一种改变 因此这种调速的方式 效率非常的低下 性能也不尽人意 再请大家看图六 那么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调压调速 目前调压调速 经过几十年的变化 已经从晶体管的时代到巨型晶体管的时代 在改变 以及到现在的IGBG的方法在改变 但是调压调速的本身 它有一些非常重大的缺陷 这里我们来讲解一下 改变电动机的供电电压 可以达到改变电动机转插的目的 从而实现调速 它的特性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当电压低的时候 它的输出特性是非常的软 非常的弱 最大转距只有随着电压的调速 可以调到很低很低 那么这样一种特性 对于许多的负载来讲 是不适应的 是不适应的 只有当电压的提高 随着电压的提高 它转距才会逐步的增加起来 那么它适合的一类转距 只是说随着转速的提高 转距逐步提高的一类负荷 才有效 比如说风机水泵这一类 平方转距的负荷特性 或者说线性增长的负荷特性 因此 对于调压调速来讲 在一些横转距负荷方面呢 实现是非常困难的 是实现非常困难的 下面我们再看图7 图7呢也是目前我们工业当中呢 大量存在的 这件扰线电机的串电阻调速方法 大家看图中 它调速的原理是这样的 当将转子短路起来的时候 也就是不串电阻的时候 它的特性是这样的 跟交流异步电动机的特性 是基本上一样的 跟鼠龙交流异步电动机 基本是一样的 当在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转子 串上电阻之后 由于增加了转子二次测电阻的组值 因此它的机械特性会向下移 像我现在画的这样 会向下移 大家看到这样一种方法呢 一方面 是改变了电动机的调速范围 和它工作的线性段 第二方面 大家看到 最大的转距 也是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此 线扰电机 转子串电阻的调速方式 在我们国家获得了大量的使用 在变频调速 大规模推广之前 扰线电机串电子调速 是一种非常理想的调速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又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大家可以看到 它由于是串电阻 因此 转子的感应电动势 在转子内部 被电阻 白白的烧掉了 因此它的效率非常的低下 第二 扰线电机要在转子 要把转子的 扰阻 完全引到电机的外面 也给电机的制造增加了许多的成本 诸多的原因 导致了扰线电机 已经被变频调速器所取代 下面我们就几种的变频调速方法进行比较 经过上面的介绍 我们来分析一下 变频调速 前面讲过是根据改变同步转速来达到调速的一种方法 它的优点是连续平滑 无级调速 低速转机大 特性好 效率高 它的缺点是需要变频变压 这个缺点是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特别是在过去 电力电子技术没有得到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而今天随着新型的半导体器件 比如IGBT 得到了一个广泛的应用 变频变压 变得简单容易 成本也有 大幅度的下降 因此 对变频调速而言 这个缺点 已经被 现代技术的发展逐步已经克服掉 大家再看 变极对数调速 它的优点 简单 低速转机可以做得很大 它的缺点 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般来说 受电动机结构的限制 只有两种速度 不能连续调节 这样就大大的限制了 变极对数调速的方法的使用 下面三种方法 滑插电机调速 调压调速 串电阻调速 这三种调速方式 实际上都是通过 间接改变转差率S 来达到调速的一种方法 其中 滑插电机调速 系统简单 可以无机调速 这是它的优点 那么它的缺点 也很明显 就是低速效率很低 低速转距小 在低速的时候 由于滑插头的偶合 特性 在低速的时候 特别是极低速的时候 基本是不能工作的 比如说在 一赫兹 两赫兹 数赫兹 这样低速的情况下 是难以达到满意的工作特性 对调压调速 也就是我们俗说的 现在我们在产品当中 经常提到的软启动 软启动呢 它的优点是系统简单 可无机调速 它只需要改变 电动机的 工作电压即可 但是它的频率 得不到任何的改变 因此 它的机械特性 没有得到一个 很好的改善 除此之外 它还有一些致命的弱点 由于目前的调压调速 都是使用精炸管 俗称可控轨来制作的 因此它会对电网 造成比较大的谐薄 这个也是 西方现代国家 很少使用 逐步在减少使用 或者限制使用的一种调速方式 这些层的主要是 在一种调速方式 在词